他2020年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第一年G联赛两双 第二年笔甲加奥运会 第三年英超加世界杯 他一路开挂的人生 连动漫都不敢这么编 近日在英超赛场中更是状态火爆 他就是过人王三山勋 一个连大学毕业论文都在研究如何过人的学霸型球员 什么?你不想加入职业球队 要去读大学? 是的 三山勋高中毕业后 面对着众多球队为他抛出的橄榄枝 他居然选择了进入大学读书 他从小就很特别 小时候挨动脑子的三山勋就喜欢带球 丢球后第一时间的反抢 让他在一群不到十岁的孩子堆里面特别的显眼 1997年出生的三山勋 上幼儿园时就接受了足球训练 在他三年级的时候 就加入了传奇前锋队清训营 在小学的毕业手册上 当时就写下了一个梦想 成为日本国家队球员 而在高中毕业后 三山勋拒绝加入了传奇前锋一线队 他说 我现在的能力还不够 要用大学四年的足球时光去磨练自己 抱着学习的信念 他进入了日本名校祝波大学 而三山勋的蜕变之路便由此开始 他在大学的课堂上不断地研究专业足球知识 他觉着自己的对抗能力不足 就去学习营养学 搭配科学健康的饮食 他觉着自己不够快就去拜访大学教授谷川聪 讨教如何提升运动能力 他觉得自己的突破成功率不高 他就去学习人体动力学 拿着设备收集自己和别人的比赛数据 总结出有效的过人方式 最后将这些写成了论文 关于足球在一对一场景下如何处理球的研究 本来技术已经很好了 经过大学四年的磨练和沉淀 他变得更强了 毕业后 三山勋顺理成章地加入了传奇前锋一线队 在首个赛季便交出了18球14注的亮眼数据 12强赛 在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中 三山勋招牌过人后 在禁区内连过数人的得分 令人惊呼 真三山无双 果然名不虚传 他炸裂的表现吸引了来自布莱顿的注意 初次登陆英超的他 在面对英武普的焦点战役中 其招牌的过人动作 让阿诺德直接跪倒在地 在对阵狼队的比赛中 首发出战的三山勋没有让主教练失望 投球打进英超处子球 造塞梅多红盘离场 倒数第二角助攻帮助球队锁定胜局 直造三球闪耀全场 在近两轮对阵阿森纳和埃佛顿的联赛中 连场进球 让他成为继盗本润衣和钢琪身姿后 第三位在英超赛场上连场破门的日本球员 尤其是昨日对阵阿福顿的比赛中 更是上演了检阅后防 一条龙破门的惊艳表演 而这颗英超燃然升起的隔壁新星 未来还会变得更强 属于他的故事 也许才刚刚开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